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大家好 她的个儿我还比较满意 但是她留这个胡子我太不喜欢了 我的妈呀 心都没剪 您这胡子听我个性啊 远住我一看我以为李白来了 我也姓李 但不白 先生 您这个胡子留了多久了呀 三年 那假如今天要是一号女嘉宾喜欢您 说感觉特好 就是不喜欢您这胡子 怎么办 那就挂去吧 你倒挺可爱的啊 挂了还可以 男人留胡子是最脏的 哎呀 太土了 我要跟你开玩笑 您会生气吗 不生气 您可能不属于那种特别外向的人是吗 这场地有点害怕 先生 您现在一个人在家里边 会不会自己的日子挺闷得慌啊 小子非常孤单 我有个小伙伴了狗 我每天我就跟他捞壳 我喝酒的时候 我吃口菜我加给他一口 完了我给他蘸点酒 他就辣得直晃脑子跑了 你吃完东西你要给狗的话 那你俩共用一个筷子 我觉得这太不卫生了 宠物喜欢 还是有点脏吧 你办法睡不着觉就得跟酒使劲 凡会不多喝 一顿喝一杯 喝完了皮 安眠药的话 是就睡着了 哎呀 那你没事 你就上网看门当户对吧 我们这你就不觉得 你的节目我必须看 因为你说的每句话 都能说到我心里 哎呀 我的 你这个懒得还蛮英文 我说怎么你就长得像李白呢 你就是一个诗人 满肚子诗 只要有你的节目 我必须看 你看我刚才哥走狼 我碰到你我就搂你 你搂了我一下 我其实我也没在意 我就一摸兜 我钱包没了 你多少钱 我马上就包给你 不是 我的钱里头倒是没多少 你什么更没 有我女朋友的照片 你交给我吧 这个太为难 我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啊 没事 我不行 我跟丽云老师再叫两张 一会儿拍完节目 你跟我找个像行吗 没问题 你知道大哥为什么要叫张像吗 就大哥说了 回去摆家里 让他家那只小狗看着点 他的性格比刚才 以后男嘉宾开朗多了 最起码心里是眼光 先生今天开心了吗 非常开心 像这个带病兼职的工作 这事你都知道啊 知道 身体不好还兼职这么长时间 多辛苦啊 所以说咱俩谁该下岗自己想算一下吧 我说应该吧让王岛站着你坐着 我同意 我同意 你请坐 来来来 你请坐 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很好啊 别挺逗的啊 这男嘉宾 你跟你儿子怎么回事 这不太同意你来呢 我儿子不愿意让我上次坐来丢人现眼的 也就是说你儿子认为我每天坐在那就是来丢人的 他不是说你 他说我 他那说你就等于说我 说我不就等于说你 他的眼里就是我老师给家呆着 他是就最满意最满足的了 那呆在家哪儿也别去 跟狗聊天 对 他就这目的 他不知道咱们给家多么孤单难受 他不了解 他爸爸如果找到一份幸福 对他来讲是多么幸福的事 你想想 有个可行的女人 她的身体才能不着罪 才能不给她找麻烦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吓唬吓唬她 你要再次管着你爹 不让找对象 什么最好别去待在家里头 我跟你讲 你爹很快就抑郁 抑郁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就有可能上医院 上医院以后到时候身体不好 你就得去照顾你爹 照顾你爹 媳妇就跟你闹 最后你的日子就过不成了 你信不信 他也不找媳妇 他也不找媳妇 他不找媳妇 也是与我们家庭有关系 我劝他吧 他老囊着我 为什么他不找媳妇 与您家庭有关呢 我一劝他找对象 他说那你好 给你留两个毒 你不也得一个搞我夹一个 我领两孩过14年 您现在是更着急 您找一个伴呢 还更着急你儿子找个伴 都挺着急 儿子都三十了 那你就没看上哪个小姑娘 给你儿子介绍一下呀 我看上你们这个编导的小姑娘了 哪去了没了呢 刚我除了呢 哪去了我女儿 哪个编导的小姑娘啊 女儿也行 你能做主吗 我女儿我不能做主呀 那我儿子我也能做主 咱俩就定下来了这是 就这么定了 好 我女儿你信不信 我让她干嘛干嘛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 确切的事实 她不是我女儿 她给我感觉有一种安全感 我想和她交流一下 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站在这采访的这一段 确实很有水平的 他俩可以出现了 相当有水平的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说这个节目换个主持人的话 水平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子 那就没人看了 我是最幽默的人 我是蹦蹦跳跳 唱唱唱唱唱唱唱 我最喜欢的 我想问你一个感受 你一直抓得我的手不放 是因为好多年没有抓女人的手了 抓抓我的手也算 来来来 假发 那你戴上头发 我抓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挺漂亮 跟我走吧 不用 老李 跟你商量个事 喜欢我还是喜欢狗 别闹 别闹 你还敢打我 打是心 你还敢打我 我就问你 赶紧说 喜欢我还是喜欢狗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什么就永远活在你心中 人民的心中 你是不是接下来就该说一路走好了呢 一路走好也咱俩一起 你刚啥玩 我就跟你商量 天天招着你家那小狗 你吃一口 他吃一口 你吃一口 他吃一口 我这也是一张嘴呀 你咋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对他好的时候 喂他一口也喂我一口 喂狗一口也喂我一口 我其实没别的意思 老公 我就是想让咱家的狗 洗个新名 你洗名我回就改 真的啊 咱就叫咱家的狗小黑 看小飞个蛋 小飞你现在火了呀 你把照片挂在银金 那女同志里 那这个堂屋正平 他把你照片挂门后的 这我哪同意呀 看来这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忠实观众 行你回来吧 他可以选择我放弃狗 所以说我对他这个挺满意的 这说明他还重视我 你现在其实很幽默啊 请问一下李先生 您的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他走了吧 还要扔给我 就这么简单 两个孩子都扔给你了吗 对 那现在为什么女儿走了呢 女儿大了 想他妈找他妈去 那妈妈走的时候 是跟你闹矛盾了吗 就是不想跟我过来就走了吧 那你们办离婚证明了吗 八年以后回来跟我办 走了八年就没有跟孩子交流 联系过吗 不敢联系都怕我找着 那你跟我要找着的话 那都能拼命 因为做得太狠太绝了 我说肯定是他男的责任 这个走都是男的责任 要我来说男人 男人这个最坏的人 还是不容易 我看了一些资料 对于这位先生来说呢 他确实是受了很多打击 但是现在事情都过去了 时间就是最好的磨合剂 把那棱和脚都磨平了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怨言了 我觉得你看先生 按我的想法 你从大兴安岭来趟北京 怎么不得见见你儿子呀 我录完节目 我得去见见他 对呀 你就是说气话 其实还是挺想儿子的吧 他不同意是他不同意的 那你今天早上 我收我电话费 没几个钱的 他还给我交一百个 见电话费的 但是我从心里面 还是挺心疼他的 我觉得我能想象到 就是一个男人 他自己吃一口 小狗喂一口 包括他刚才那个细节 他抓着王老师的手也是 他都久久不能撒开 我在楼上碰到他的时候 我正好在跟朋友 通了一个重要的电话 然后他就从我旁边 把我就是紧紧地抱了一下 其实那一刻 我还是挺感动的 抱着我的那一刻 就像是抱着了一个 救命稻草的感觉 似乎好像他的幸福 要从这几个人开始了 我们每天为大家做的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说明他很渴望了一段爱情 到晚那样了 所以今天先生 无论你在现场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 我都觉得你 很好地迈出了一步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 所以我们来问问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士 您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这位男嘉宾呢 如果愿意请按灯 非常好啊 一号女嘉宾说愿意跟这位男士 见一下 现在您这样 您先坐那一下 掌声邀请一号女嘉宾 这位女士长得可以 我说是对我女士 我说个小梯子 走得 你好王王 很高兴 谢谢王君 谢谢 刚才我们在说 这位男嘉宾说 你有没有觉得 他其实挺幽默的 感觉挺好的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辽宁安山的 都是东北的哈 您在辽宁这边 做中医的理疗师 是在一个美容院中工作 对吗 对对因为我非常喜欢 美容院这种环境 对都是女孩子 刚刚经历的 特别纯净 离婚以后吧 就是非常保守 刚开始离婚的时候 就是想不想找了 到晚年了吧 就是 我才51岁就晚年了呀 他真不像50 对他很年轻 真的是一点皱纹都没有 他也不像了 比较注重保养的 所以您就会觉得 还是要找一个合适的 到老了这一步 还是想找个伴 找个伴 您觉得我那个哥能当伴吗 可以的 所以你的应该会满意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来说 每个人都是满腹的心酸 您的婚姻情况复杂吗 他就是没有责任心 刚开始就是跟他 出对象那时候比较单纯 我就清楚我就看着过 他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唠客 就是半夜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单纯的 他也挺会的 所以就是跟他结婚了 嗯 整天一肚子心里话 真没法说出来 不相信一个好男人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能不会嫁给他的当时 肯定的 他就是经常在外面应酬 所有的费用啊 还是上学啊 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嗯 所以最后导致毛泽进去激化了 他有过新感情吗 嗯 没有抓到他当场 但是有 我的同学有看着的 这对你来说 可能心里边还是挺难过的 对啊 所以说当时离活了以后 我就决定 我说这一辈子肯定不找男朋友了 嗯 但是说句实话啊 我觉得人生啊 不要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 就破坏自己所有美好的感觉 没准还会有新的感情在等着你 是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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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就是我就是很负责任的 不是 你好 先生您好 这个女嘉宾 我对他挺有缘的 哦 喜欢这位女嘉宾 谢谢 对对对 妈 现在你的前夫有了新的家庭 对 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你的孩子呢 我女儿现在三十岁 然后他也结婚了 也生了孩子 女儿心疼妈妈吗 当然心疼了 但是他不想让我上这个舞台 我跟他说了 他说你全都是假的 你也是骗人的 这跟你这个情况一样 也是孩子说别来 对 但是人家孩子别来 是怕他爸丢人 在家里待着 就是别出去 小女的 小女的 但是他女儿 都是假的 由于个别媒体 这个不负责任的 导致很多人 对我们这个相亲节目 是怀疑的 但是他可以怀疑节目 但是他不能怀疑 领证结婚 您来了以后 觉得是不是挺真实的呀 是的 感觉挺好 我坚信我们现在的观众 已经有良好的判断力 我坚信女儿是没有怎么看过我们节目 对 她从来都没看过 对 所以这个真实的节目是最有魅力的 也希望您今天尊重内心的感受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请到这里坐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你介意异地恋吗 没关系 那你是愿意到我那边呢 还是希望我到你那边呢 随你 我到哪都一样 反正一个人 我觉得他原因 不管是天亮海板 都会去的 我好客气 他这个吃菜的时候 要不喝一口酒 他就叫着 而且这个有了一份爱情之后 那个酒有多不重要 对 那有媳妇就不喝酒 怎么都当个事儿嘛 对 最起码他喜欢这个人 对他负责人的话 他愿意接酒吗 但他不愿意 那如果这个人 那还不如一号 一路的条件比他优势 来 这位女嘉宾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树兰皮草 真情告白时刻 有请两位 你好男嘉宾你好 您说 我想见长山一号女嘉宾 一号比二号要优势多了 好的 那一会儿来问他一下 两位 如果愿意跟对方继续交流一下 请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 向后转 请准备 三 在女的不悔转身 二 所以我感觉我是个好男人 一 好 两位请面朝我 先生为什么有转身 我记不了酒 女婿为什么有转身 喝这么酗酒我受不了 好 那么我们掌声先欢送一下先生 这边再见 现在一号男嘉宾说 特别想见一下您 您愿意见他吗 不想见了 好的 那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今天我们有五位嘉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他们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好吗 谢谢 请您回到您的观察室中 谢谢人还挺好